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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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第二天喔 身体的负担其实已经很重 写到第三天 那真的是身体都有点不舒服 那我突然就望着窗外 然后海中就突然冒出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呢 我想在我工作的时候 也想要跟那个学生一样放暑假 你不觉得那个放暑假 一个很美好的假期 那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是很美好嘛 所以我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 我就开始要去计划它 不然你如果说没有做一些安排 每天都有工作要做 怎么可能可以去放暑假呢 首先我就去想到一个 那我的放暑假就没有收入 那我一定要有其他的收入来取代 所以我就开始让自己拥有那个 被动收入 那几个简单的方法 像比如说我有买房子出租 那每个月都有租金的收入嘛 那另外也有投资这个股票 每年就可以领那个稳定的股息嘛 那当然这个事情 不太可能一下之间 就这么多的被动收入跑出来 所以我大概整整努力了那个十多年 终于在那个去年的时候 八月份 我就跟我太太啊 我们两个人啊 跑去那个澎湖 澎湖有什么好讲的 澎湖大家 很多人都去那边玩 那澎湖有那个花火节嘛 但是喔 我跟我太太去那个澎湖 不是去玩个三天两夜 我跟我太太去澎湖 我们是去当地租了一间房子 我们住了整整一个月 终于实现我那个 很久很久之前喔 十几年前我有一个梦想 希望我可以让我的人生放暑假 那就在那个去年八月份 我终于做到了 而且一般人到那个澎湖去 交通工具就是去当地租摩托车嘛 可是你要想 哇摩托车不得了啊 那个澎湖的太阳又很大 那又很热 又把人晒得很黑 所以我们是把我们那个开的车子 特別跑去那个高雄 那边有那个台华轮 它可以把人跟车子 通通运送到那个澎湖去 所以我们一整个月在那个澎湖啊 开着我们自己的车啊 很熟悉喔 那一般人都觉得那个澎湖 中午很热嘛 那我们有租房子啊 我们中午的时间 就在我们那个租的房子里面 那个吹冷器啊 好凉好舒服喔 等到那个中午过后之后 哇黄昏的时候你知道吗 那个澎湖才真的是很美 海边啊 那个沙滩干干净净的 那你知道那个天空啊 那个夕阳喔 整片喔 天空都是那粉红色的 所以我们在澎湖那一整个月啊 就过着很那个悠闲的生活 完全不用看那个设计 然后天天可以睡到那个自然醒 那我还记得澎湖有一个景点 是那个摩西分海 就是它本来潮水长起来就是一个海面嘛 可是等到那个退潮的时候 中间就会突然跑出一条 路出一条像是那个道路 就可以走到海中间 有一个突出来的那个岛 所以你会去到那个摩西分海 那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是不是要正好 人家一句话叫做 流水啦 就是那个潮水要对嘛 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去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 哎呦 那个时间不对 所以我们明天再来这样 因为我们不是游客嘛 我们去那边在地生活嘛 所以我说像一般人 去澎湖玩个几天 那我们是去澎湖享受那个 一个月那个放空的生活 而且这个是我自己十多年前 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那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终于慢慢慢慢做到了我的梦想 我鼓励每个人 尤其像现在 大家都觉得景气不是很好 然后好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困 但是一定要记得 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个梦想 那这个梦想 也许一年三年五年 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做到 可是我相信你心中 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话 一直朝着这个理想去前进 最终你一定能够达成你的梦想 而且当你梦想达成之后 你会会发现说 你拥有的比当初你设定的梦想还要更多 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下一集的节目 拜拜